没想到,真是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皇冠杜劫居竟然还要打两次 这个人刚才已经杀了他一次了,没想到他这么记仇,第二条面又飞回来了 这地上的另一个盒子就是他的盒子 唉,还好有不掉分卡,要不然这把就要掉分了 现在距离荣耀皇冠5依旧还差42分 现在开始第二次杜劫 要不然这一把能否加过42分,成功杜劫到荣耀皇冠5 如果第二次也失败的话,那只能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了 这把新春远离距离好像有点远,那只能找车转一起新春远离了 其实呢,车库就是一个不错的找车点,但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人抢车 好像有的,至少两个,不过公公是最快的 这一把S1897先把S1897给他减上,等人上车的时候直接 呃,没想到这个人连车都上不来就被公公一厂给毙掉了 这个摩托车怎么翻车了,那翻车的话他可能就要 要大分了呀 还没到新春远离呢,就拿到了两个人头,真是不赖 哎呦,快走快走快走,这怎么还有人呢 这不也太选了吧,要是被打头的话那就没了 果然做人不能太嘚瑟呀,一嘚瑟的话就有人来惩罚你 顺利到了新春远离,先来空头处拿这个空头 这里空头还是挺肥的,三星头三星甲一把狗杂呢 打紧了 三杀到手 那你们看天上,竟然还有人找飞机转移呢,也是非常的厉害 这个应该是个小呆呆,只知道逃跑 说他他还骑了 好,家伙又差点没了 房间有人 罗队这个可能是个高手 没抓到,再来一颗 有没有听出来,人已经从屋顶中间走到屋檐边边了 这个人没有丢的角度再拔一颗 nice 还有一个,是刚才开波门过来的 这个人脚步挺起来挺急促的,感觉像个满幅 他的丢燃烧瓶,一颗顺暴成功带走 六杀到手,成为本场的守卫淘汰王 闪在场上还有45名敌人 听爆炸声,场上还有其他敌人,还得继续找 电影茶楼推口中了一个铝烧弹 暂时上不去,只能在这里先等着 这是个烟雾弹啊,只能取消再拔了 有翻墙后的落地声,你们听到没有 他在打药,知道他的位置了 应该就在屋檐上挂着 一颗空中顺暴,看能不能带走 nice 还有人,心情远离还有人 从脚步神中判断,他从冬名跑过来了 这个人听一遍,好准啊,这都能听到公公的位置 两发喷子,但是没有打死 看他下不下来 不下来的话,那就拔一颗手雷让敌人听到他全声 然后人机不走动,给敌人制造出自己在捏雷的假象 这样敌人可能就会趁着自己在捏雷输热旗忙下来 然后就能用伤把他打死了 但是这个敌人真的好稳啊,这都不忙 反而发现有雷敌情想逃跑 那只能被公公又劈准带走了 这个人的心理素质感觉还是不够强大 他应该是看自己残血了就有点慌 如果他不慌的话,拿着SLK在那卡楼梯的话 公公短时间真的应该还拿不下他 甚至都有可能反杀 开出了100M200区机枪,要不要玩 还是玩吧,这把公公的武器搭配也是选择100P90 100M200区机枪 现在已经在新村园里拿到8个人头了 看一下接下来的队局内,公公还能拿到几个人头 都准备走了,没想到竟然又来人了 在哪呢 哎呦,怎么在这儿 下午一跳,这个人应该是用蹦床上来的 赶紧回复一下血量 他在拔雷 别被炸了,别被炸了 哇哇哇,还好没炸死 要过来了,要过来了,要过来了 天枪压制,天枪压制 重点准备后赶紧向左前方一大炮 继续天枪压制 nice,压得死死的 此人有点东西,差点都把公公给搞没了 走了走了走了 杀到手上 现在向上门,星辰阳里还有人呢 这个人就是个老六 再是不忙,走了就叫 不管他了 现在才第二个拳,长得就像二十六明镜了 感觉这把吊人真的是吊得挺快的 下面蓝楼停了一辆蓝色轿车 应该是有人的,过去看一看 看看有没有人 停在脚步了,人在对面 有彩草地的声音 这个人难道下来了吗 帅气 实杀到手 下一个 下一个 下面这个人有点猖狂啊 竟然敢扫飞机 房区楼顶还有一个,你们看到没有 先把房区楼等着给他解决掉吧 不对不对不对 不止楼顶有一个 那个旋转楼应该还有人 你们听到脚步了没有 刚才 房顶的那个应该是个老六 先用手雷爬下点 看一下他在不在二楼 不在 至少那个乖角处是没有人的 这个楼里是肯定有人的 二楼不在 那他在哪里呢 看一下一楼 一楼小厕所里没有 那一楼没有人 那应该就在三楼或者二楼的其他地方 会不会在这里卡楼梯呢 拿心里勾一下 不在不在 那二楼应该没人了 那人肯定就在三楼了 人在三楼的话 那就好办了 直接把雷 然后朝这个楼梯窗户给他丢进去就可以了 只要他在那卡楼梯就能炸到 果然炸到了 头对这个老六撑不住气了 巴蕾也不知道在炸谁 没死继续 可以可以 现在圈刷了 公公不带圈 需要开飞机进圈 飞机到期了 用不了了 那只能头部进圈了 刚才打公公飞机的那个人应该走了吧 不可能在山上待那么久的 这怎么有个蹦蹦 这可能有老六啊 小心一点 像这种 像这种把蹦蹦停在草 给你牵挡 两个轮子之间 绝对有一个老六在那趴着呢 朝中间扫就是了 来车了 看这个车的渡角 他还想左打方向盘 什么意思 想干这样吗 莽夫 不屑一击 这个房区是在圈的 可以过来站一下 虽然有人 但是可以把它解决掉 他第一时间拔了一颗雷 所以说要躲一下 现在敌人在二楼 公公在一楼 我们正好看一下 公公是怎么攻楼的 有个开门声 然后又有个落地声 又有跑步的声音 看着人应该是想上楼顶 然后掉下来了 把雷从一楼的窗户丢出去 就能把它杀了 现在圈已经非常小了 就不必再去找人杀了 等着圈杀就好 等着圈杀就好 现在还有最后一名敌人 人在哪呢 这是在干嘛 这个敌人是在干嘛 感觉这把要19杀吃鸡了 有跳跃手 这个人换位置了 他难道是在鬼跳吗 鬼跳已经好几个版本之前了 nice 19杀吃鸡 看看加了多费 加了51分 这个分数积极到荣耀皇冠五应该是够了吧